佳馨 嗨 嗨 佳馨 我帮你安排了住的地方 你就当是大暖男日行一善 帮你最后一个忙吧 还有这个 这个 继续留在你身边吧 他虽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 但是对你来说 好像挺管用的 不仅帮你肚子里的孩子 找到了爸爸 还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他可以继续守护着你 走吧 佳馨哪儿都不许去 他要跟我回家 走 佳馨 跟我回家 你没看到我留给你的便利帖吗 你留便利帖之前 有跟我商量过吗 你 你不是 叫我安安静静地做一只蜗牛 不要有意见 平平静静地过往这一年吗 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记得这么清清楚楚吗 那你是 叫我把你的话当成耳片疯吗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就把事情一见一见地捋清楚 有名义上的老公你能找到 为什么让他陪你做产检 那是突发状况 我当时头晕醒吐 然后刚巧遇见他 大哥 那是我工作的翼郎啊 是沈律师 让我替公司 去签到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姑姑拍到 闭嘴 王熙逸 这件事不是陈嘉欣的错 你如果要发脾气 不要针对嘉欣 况且她现在是个孕妇 我说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 不知道的话 我还以为你是孩子她爸爸呢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冷漠 至少我就见不得女人小孩 还有老人吃亏 去 我刚刚让你闭嘴 是想告诉你 我相信奶奶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相信我 我相信奶奶的影光 相信奶奶信任的人 人品都差不到哪儿去 陈嘉欣 再说说你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胆 做这样的事情 嘉欣 你这是被表扬了 还是不羞辱我 我再次警告你 我跟嘉欣已经结过婚 百过久了 我不希望一个外人 对我的老婆献殷勤 我老婆住那儿 跟你没有关系 走 嘉欣 回家 上车 别看了 赶紧睡觉 为什么要逞强 装作美食的样子 明明也很难过 奶奶 你要快点醒过来 传承要在 奶奶要在 这是我们约定好的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啊 我一定会让传承 妻子回首的 奶奶要遵守约定醒过来 这一次 我一定漂漂亮亮的 印给你看 加油 你一定可以守住 跟奶奶的约定 什么 辞职 你好不如曾打砸小妹 到沈律师的助理 这是方雨薇他们 盼都盼不了的机会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要把自己安身丽命的工作 给辞掉 我不同意 你怎么和王欣 说的一模一样 他真这么说的 佳欣 你不要忘了你说过 要靠自己在上海立足的 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 你放心吧 我 是不会为了结婚 就放弃我自己的人生的 那说好了啊 请假可以 辞职 我绝对不同意 宝贝 这是我的小天使 佳欣 你是遇上一个小天使 我却探上一个小恶魔 你是不知道 现在跟我起床那个男的 长得跟星星一样 有多猥琐 救我 好了 好了 他以为他自己是全智贤 你敢信吗 半夜三晶 洗澡吹头就够长了嘛 关键是他吹完头发 拿起吹风机 当麦克特那儿唱歌 我真想给他发往 让大家评评理 那不是正好吗 你喜欢唱歌 我是喜欢唱歌 我不是喜欢听歌啊 而且这姑娘唱歌 她自带歌剧强 你说这半夜三晶 多恐怖啊这事 恐怖 太恐怖了 好 易总 天 易总 你看她的情况 是这么个情况 你小媳妇回老家 当容任务 我也给你快成了 我能不能 放肆 可以啊 太好了 除非你从我这儿离职 什么 你不是在那儿住得好好的吗 万一哪天陈嘉欣 跟我闹矛盾 又跑回去住怎么办 不是一早餐闹矛盾就闹矛盾 你这么担心干什么呀 她又不是你真老婆 什么意思呀 你真把她当老婆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不就是海飞集团的 合作计划书吗 哎呦 真没想到 周长购购财献速度这么快 之前还说奔着咱们传承来的 现在呢 踩着咱们乘洁的架子 搭着飘香的招牌 咱们人呢 这东西 算了 别生气了 别再气坏了自己 董事长已经倒了 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 公司真就歇菜了 奶奶 非照应玩了 好 把手给我啊 你看 呀呀 你看 您在一起了 没错 这就是传承的意义 有情有幸 无为无行 传承的意义 奶奶 我该怎么办呀 干嘛呀 我没洗手玩我 诶 懂我懂我懂我